今天的國際話題我們為您精選的是中國的房地產的巨擘碧桂園 先前呢我們就有曾經跟您報導過了 他們的債務狀況並不是太理想 但是到底不理想到什麼程度呢 有1540萬美元境外到期的債務寬限期已經過了 而且呢現時現在在網路上面還傳說了 基金公司的創辦人楊國強以及他的女兒楊慧妍 兩個人還已經離開中國 不過呢對此碧桂園在今天上午是發布了緊急的聲明 19號的上午說呢楊國強跟楊慧妍兩個人 沒有離開中國兩個人都還在上班呢 那其實呢碧桂園其中一檔 在2025年到期的美元票據 其實原本呢大概是在上個月 也就是你現在看到的9月17號要支付債息 那前後其實還是有30天的寬限期 所以大概就是在前天最後一天的寬限期 他們還是繳不出來 那另外一筆呢是大概在9月27號 就要支付的美元境外的債務 也沒有支付金額多少錢呢 3860萬美元的一個債息 現在呢也進入到了30天的寬限期 好我們大概這樣初步估算呢 30天之後10月27號 那現在呢時間呢已經是10月19號了 所以呢已經變得越逼近了 那假設呢再一次的違約的話 現在華爾街日報也很擔心 也因此就寫了這一篇報導 指出說什麼呢 說碧桂園假設呢持續沒有辦法履行這個債務償還的責任的話 當然一來就是顯示出了中國房地產的放緩程度 另外一方面顯示的是加劇了中國的經濟壓力 所以呢現在傳出了碧桂園呢 已經開始要進行下一步的這個研擬了 研擬什麼呢 要出售現在目前正在澳洲所規劃的項目 要趕快把這個東西賣一賣 拿來償還債權源 而碧桂園呢債務連環爆雷 這中國的房地產類股 也因此出現了拋售潮 股票呢現在已經摔到了14年來的新低 讓整個中國的房地產 現在已經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衰退危機 就是我們今天提供給您的